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今天是星期一 我希望這段影片不要延遲出了 我會講一下今晚又是ViuTV和TV的大戰 為什麼呢? 原來姜濤受了ViuTV的力捧 找她打頭陣 用她的超感應學員去硬撼ViuTV的打關者們 因為我之前那段影片也講到 在收視現在還未出 剛剛那個星期六 就出了Mirror 加 Error 的水著活檔 打擊無線的兩大劇集大結局 今天是星期一 她又找姜濤的台灣劇超感應學員 硬撼這個把關者們 話說姜濤和台灣藝人蔡帆熙和劉逸二合演的超感應學員 今晚就在ViuTV播放 迎致無線的同事段 由袁偉豪和王趙文合演的把關者們 你問我誰會贏? 不知道 但以現在的趨勢來說 ViuTV加王牌的姜濤做電視節目 就有機會穩勝一籌 原來這個超感應學員已經宣傳了很久 其實之前我也有影片去講過 還有近來姜濤也在拍Mo姐 之前我也有段影片 Mo姐和她所謂的睡覺床上照 其實ViuTV的PRO也做了很多事情 那段時間就收到姜濤 現在打算一炮過就出了 這次姜濤西多士的超感應學員 會有出肉 即是剝乾豬 我這樣說 扮鬼臉的場面 希望憑著這次的超感應學員 希望可以拿了頭蛋湯 贏了才算 所以近來觀眾真的很有眼福 很多事情基本上可以鬥一鬥 所以ViuTV近來也有 我慢慢說 其實之前我有段影片也說 姜濤這個超感應學員有什麼壞點 其實根據報導 原來不單止 原來這個超感應學員播一至五 九點半 講述姜濤 做西多士 就是社員之一 有超自然感應社 社長石少華 即是蔡凡熙做的 意外死了復生 認識陰間引路人方小路 即是流逆二組 連同西多士 即姜濤的社員 一起去一些未了鬼魂的心願 原來除了姜濤之外 即是Anson Lo 近來也有很多新聞 大家可以找回我的影片 然後 其中一個更加跟姜濤傳匪文 其實之前的影片已經講過 姜濤跟哪個女團成員傳匪文 話說 還有粵語和普通話配音 粵語配音 普通話原聲 所以姜濤就做西多士 Anson Lo 就做謝阿菲 這次ViuTV 做重炮 脫衣 姜濤 洗澡 出獄 希望可以 打贏無線電視的把關者們 除了兩位男神之外 還有 劉奕儀 都很出名 其實她也很美女 你看看 她有一些輪家女孩的感覺 原來她是讀新聞系出身 在台灣 被譽為台灣的體育系女神 自小就 希望做體育記者 後來讀讀一下 因為媽媽不幸患上癌症 所以衛保加計 決定入行做演員 希望賺多些錢 當中還有其他演員 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不特別常說 反而 你看看把關者們 我找到的資料 我只知道 把關者們 由袁偉豪 還有 袁偉豪 和王志文 你自己看 我覺得從行內 其實TVB在宣傳把關者們 的攻勢比較弱 可能最近TVB在做其他宣傳策略 反而把關者們 這個劇種比較現實 因為是說海關的事 其實在無綫的制服系 劇集一向都有收視 但這次海關應該說 21年之後才有這套劇的發生 21年前有一套海關 但已經相隔了21年了 這次再拍 可能有一定的 但如果說PRO 我就覺得 我高登仔去看這件事 就是覺得TVB的PRO 就是 差了一點 他就 少了宣傳 其實這套劇可以做多些宣傳 但 無論如何 他們為什麼不做 反而姜濤和 超感應學員這套劇 都不時都會爆出一些 不同的花邊新聞 去宣傳 無論姜濤本人的新聞 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 爆出來的東西 都很亮眼 和很吸引眼睛 所以我也很期望 今晚可以看看 這兩線劇哪個贏 究竟是超感應學員贏 還是把關者們 還有一件事 去超感應學員 配上粵語 就可以搶到一些 老陣的收視 我相信這次也挺好看 我之前也有很多片段說到 其實ViuTV的PRO是很厲害的 他可以令整件事追着TVB来较量 但我看不到TVB反击的力量不太多 反而看到他好像被ViuTV吃着 好像打拳那样 你不出拳就会被人吃着的勢来打 打得多都会均匀,一均匀,人家有机会就一拳KO你 所以我希望TVB,虽然我们从小看到他大 虽然他都会稳如盆石的很多基础 但如果这样下去,被ViuTV突击一下 很快可能会输得很厉害 我都希望他们可以努力点,TVB和ViuTV 始终有一句,如果他们斗得越激烈 我们的最大得益就是我们这些看的人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